甘癌案例 张医师你好 你好你好 你是怎么样 跟大家讲一下 一样 感官 孩子末期 我的事情发生是这样的 因为 过去都没有注意自己的身体 差不多到 今年 正月十二 是感觉人怎么会 爬楼梯 感觉 心脏很喘 我是感觉怪怪的 之前在爬山 怎么爬都没感觉 我就去让 医生 检查一下 癌去之后 经过两三间 讲起来差不多大同小异 第一间太过离谱 哪一间我们就不要说出来 第一间去的时候 跟你说什么 我帮你看起来 你回去也好 不回去也好啦 你的寿命最长三天而已 突然好像噎到 活活的人被你讲这样一下 心整个都乱了 第二间 我想说不然再来试试看 我将资料复制带过去 第二间讲话 比较会留一些余地 可能差不多 三个月有啦 但是我走之前 我不知道他又叫我儿子 带我太太两个 偷偷的又进去 医生说 要特别注意他 他说可能应该不会超过一个月 第三间去也说 经过这两间来之后 我看吼 这边也差不多了啦 我想说既然到这样的时候 你说最后我知道对了 要不然我干脆这样问 到底你告诉我 我生存的机会啦 有几成这样就好了 他跟我说什么 一成的机会都没啦 他说但是你这种最好事一定要处理啦 准备明天要把你送进加护病房 我说人还没怎么样 就要送加护病房 我说不要 不要之后 再接下来我要哦 什么药都不要吃 把我送进病房也不吃 到目前正月十二到现在 我感觉我身体越来越勇猛 哈哈哈哈 对啊 我听到啊 哈哈哈哈 我感觉是这样 第一 我过去的一些习惯 我都要给他改掉 像我过去的烟酒 全部都不要 过去我在吃饭的时候是如何 是很咸啦 那些鱼鱼肉肉 干脆哦 暂时试啊 先摆到旁边去 吃一些比较清淡的 我每天靠运动 心情放轻松 我完全吸药 一粒都没吃 到目前我感觉到 我的体力 越来越好 我现在在这里奉劝各位 若有得到像我这样的时候 不用怕啦 确实实在不用怕啦 就甚至像我刚刚第一次 那样的时候 正月十二那天 才刚被医生宣判三天而已 我真的那三天 整整瘦多少呢 四公斤 三天 整个脸都皱扁了 后来我想想 就是过去以前我母亲 五十岁那时候 给人去得到那种的吼 那种是算 算是子宫癌 五十岁 医生就对她宣判 对吧 可能最多剩三个月 但是我母亲的意志力很强 我母亲最后活到几岁呢 84岁 所以我这一点的意志力 我就是像我母亲学的 七小一舍